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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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我是你们小星星 今天准备在家做一款葡萄的饮品 因为前两天买的葡萄太多了 然后一直都没吃完 我今天想着干脆把它全剥掉 我来做一个好喝的东西 稍微还有一些籽 我们就不管它了 我们现在把提前泡好的茶道出去 拿一个冰块 放进去 这一杯葡萄葡萄火茶 不要太厉害哦 尝一下 太好喝了 你get了吗 嗨大家 我刚刚拆了一个快递 我买了一堆抓抓夹 一个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是透明色的 这两款的造型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这个 是个方形的 我觉得这两颗真的是我今年买到最好看的抓抓夹 就两个花朵造型的 披着头发的时候再用一下这个抓抓夹吧 今天准备用这款泡面来做一个炒面 然后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汤特别好喝 所以我就打算用这个叶子来煮汤 这个叶子来炒面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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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今天做的这个饭菜 卖相真的绝望 来尝一下辣炒方便面 好不好吃 还可以 喝一口这个豚骨汤 舒服 搞点泡菜来吃 这个肉肠是黑胡椒口味的 哇 好好吃啊 煎得焦焦香香的 大家现在知道双耳玩有多方便了吗 直接可以端起来喝汤 好久没有留刘海了 这样看自己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好好吃 我来看个电视 我来看个电视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早餐 上一次我在一个吃宴席的地方吃到这个东西 有吃过这个东西的人吗 煮出来特别的好吃 就有点糯又有点脆 当时在那个地方吃了之后 我就立刻上网下单了 哇 煮出来太好吃了 如果要把它煮得比较软的话 像我今天用那个电饭包就煮了两个小时 大家平时在家做的话 可能需要提前把它泡水 泡一晚上可能会更好煮一点 然后这碗呢为什么黄黄的 因为我加了一点点那个菜奶的炼乳 就吃起来像甜品一样 当当柿子的季节终于到了 其实我以前不吃柿子了 但是呢 佩姐特别爱吃 然后我慢慢的就觉得挺好吃的 今天打算用小番茄来 试着做一下那种番茄炸乌莓 完了 感觉买错梅子了 别人夹的好像不是这种梅 诶 怎么有种肉夹馍的感觉 就是也是用刀尖 把那个肉挑起来 然后塞进去 还挺好看的 我们来尝尝猴吃嘛 猴吃嘛 嗯 诶 居然还可以 诶 事实证明 只要是梅子 塞进去都会很好吃 就酸酸甜甜的 大家在家gate一下 这两天的市值看上去 就晶莹剔透的 看起来特别的好吃 哦 好甜 嗯 也是好吃 我想了一个方法 怎么把这五个人串进去 有点意思 这绝对没 我写第三 我写相信 这个是什么 那就是想好吧 哦 经验 那太好吃了 根本停不下来 这是玩的高级一点 就是 今天收到一个快递 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用了之后 就想立刻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神器 秃头女孩神器 就是她 价值9块9包油的一个头皮上药器 然后我刚刚已经把我的那个头皮 生发养护的那个液体灌进去了 现在我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它是一个这样的塑料盒子 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放在里面 它是这个样子的 它下面有几个这种金属头子的按摩珠 把那个液体呢 从这里给灌进去 你在头上按压的时候 它的这个珠珠才会出那个液体 这样的时候 诶 看到没有 然后它这个头子就冰冰凉凉的 在头皮上梳着也非常的舒服 因为它这个头子很方便 它就直接深入到你的头皮了 方便舒服 各位秃头女孩 一定要去买哦 大家就搜索关键词 头皮上药器就可以了 猝不及防的结尾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 我是你们小星星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